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最近吃过的餐厅哪些菜系你觉得好吃 哪些菜系你觉得不好吃 哪个吃完提过几次 哪个还没吃完就走了 为了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我让我秘书做了一张表格 从我第一次请你吃饭到现在 前后去过的餐厅 吃过的菜系点过的品种 从服务到口味 再到环境 所有的细节都做过统计 这个时代大数据最真实 今天晚上这家馆子抽鲑鱼 是你最爱吃的 其实黄彩云在剧中跟黄龙的关系 其实更像是母女 不像是姐妹 黄老师 走 接我的 接你的 所以她对待这个黄彩云 就是对待她未来的岳父岳母一样 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所有的能解决的问题 全部给她解决 她其实是我安插在黄龙身边的 一个眼线 就是打探她的消息 为了追求她 有这么一个人能够随时 给我汇报黄龙的一些近况 爸爸这个月有奖金 等我发了工资 我请你吃牛排好不好 这肖瑞为了追求黄龙 可以说是使尽浑身解数了 而黄龙貌似并不为所动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她去请一个人吃一顿饭 或者去参加某个活动 她会想到所有的细节 甚至说我给你递一瓶水 这个水我需要什么样的温度 再去给你什么样的情况下 挺无趣的 不是跟着感觉走 跟着我自己设计好的 每一步一步一步 去推向我想要的结果 老教授的作息 还和咱们当年一样 玩酒早溜 今天这顿饭我请 之后她买完单以后 然后她先走了 我就跟服务员开发票 你说她是一个CEO 居然会干出这种事 别人请她吃饭 她要求开发票 她就是这样表里不一的一个人 我不说了 她把自己打扮得很绅士 伪装得很深深 实际上其实是一个做的大事情 其实是个小人物 就是她做的一些事情都是 这么说也不对 不是小人物 伪装得比较好 你们不就是想撮合我和萧瑞好吗 不合适 真不合适 一双三九的脚 飞穿四二的鞋 这走不到一公里 就得一排两散 其实你要说 剧中萧瑞有多么爱慌 我并不觉得 但是有些人 她就喜欢去挑战 去挑战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并且又有难度 她觉得她的行为更有意思 这姐姐和妹妹吵架 把你给误伤了 反正你原谅也得原谅 不原谅也只能受着了 我感谢请你吃饭 所以我也在反问自己 我说萧瑞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黄龙不选择萧瑞 还是要跟这个郭剑在一起 她至少在追求 黄龙这颗心是真挚的 她不管通过方法 或者是心系也好 我觉得她肯定是爱黄龙 她想要拥有它 郭剑 我的出现 是不是让你有紧张了 毕竟我玉树临风 优秀出众 虽然我这次西班 但是我的故事还没结束 观众更白 我们剧中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